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我第三次又回来金神 我希望这是第三次 以后还有好多三次 大家对我太好了 我最近最长冒 出现在我脑海的四个字 叫做何德何能 我就是个写歌的 我写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些歌会怎么样 而后来他竟然被 这个有巨大天分的歌手演唱了 也让大家透过这些歌认识了 所以我运气特别好 我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一次完美 也曾相同感受 将会面对想要的结局 在满天风热力 望着你远去 握紧悲伤的无能自尊 我的运气好是因为我在我的工作 的那段时间 刚好是我觉得 华语歌坛最好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歌手的素质 到大环境 所以反而我认为 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年代 对于认真做音乐的人 那时候音乐还是最要紧 对于你我手中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用人问我是非 说是非 你这是有真的关心谁 若是爱又可悔 你明白错吧无所谓 不必给我安慰 和你把我双倍 所以像我50岁以后写的东西 其实我心里面的样子 都是那些年轻的时候 听我生命中的经验 他们需要歌的 他们需要 只要我还写得动 我就会继续写给他们 而意外的是 我写这些歌 还打动了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谁给的拥抱 爱什么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